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张杰、下篇执政班底 关注李克强班底一书之张杰 罗志军、正牌团派与二理关系密切 罗志军、正牌团派与二理关系密切 1951年11月出生的罗志军是正牌团派 从《中国青年报》秘书长做到团中央实业不长 在江苏12年与李源潮合作无间 最密切的合作是在南京 李源潮当市委书记、罗志军当市长 2008年1月,罗志军胜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 1月31日当选为江苏省省长 2010年12月,罗志军取代已年满65岁的梁宝华 胜任江苏省委书记 由于罗志军是团派资深人物 跟李源潮、李克强的关系非同一般 加上在地方历练多年 有可能搭上18大政治局委员的末班车 搭上18大政治局的末班车 众所周知 罗志军是现任中组部长李朝元的手下大将 也团派的资深人物 罗志军跟团派的关系 甚至比李源潮还要早一些 1978年罗志军担任北京医用设县机场团委书记时 李朝元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专 担任一名普通教师 罗志军进入团中央的时间 也比李朝元早 1980年 罗志军进入中国青年报报社 而李朝元当时在复旦大学术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 书记是个学生干部 1983年 李源潮开始超过罗志军 一年内先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而罗志军当时还在副处级的位置上挣扎 当时 李克强也刚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调到团中央 任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比李源潮还低一级 此时的团中央 聚集了建国后最有朝气的一批干部 除了上述几位 还有现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袁春青 这些群体思想活跃 热情空前也奠定了罗与李克强 李源潮非同一般的关系 罗志军离开团中央 走入地方 担任南京市副市长 一干就是七年 直到李源潮到江苏任南京市委书记后 罗志军才于2002年被扶正 随后跟李源潮一步一驱 一路升至现任 大事件判断 前有李朝元 罗志军的政治局委员之事时间问题 父亲罗文是总后四大才子之一 罗志军的父亲罗文是辽宁陵渊人 1913年出生 193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 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东北青年解放社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一业 1935年参加东北军 有资料说罗文先后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 日本政法大学沈阳东大营奖舞堂 1938年进入抗大学习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抗大第五大队军事干事 抗大训练部军事助理员 东北干部队副队长 冀中军区司令部队训科参谋 谷长 副科长 纪热辽军区纪东12团副参谋长 第16军分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 任辽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副校长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副参谋长 四纵副参谋长 42军副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 罗文参加了辽审 平津等战役 建国后 任总后勤部计划处处长 高级后勤学校教育长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 任志愿军后勤部参谋处处长 副参谋长 参与组织指挥了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 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 和京城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 罗文先后担任过总后勤部检察局局长 车管部副部长 运输部部长 装备部副部长 1964年 敬畏少将 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 独立功勋荣誉章 为人谦和睿智 是著名的总后四大才子之一 1996年10月29日 在北京逝世 从市长到省长 用了12年 从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的南京市委市府大院 到北京西路70号的江苏省委省府大院 这条不长的路 罗志军走了12年 1995年9月 罗志军从共青团中央常委 实业发展部部长 调任南京 任南京市委常委 副市长 此后 他历任南京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 代市长 市长 2003年4月 启任江苏省委常委 南京市委书记 有媒体评论说 57岁的罗志军 是正牌团派 从中国青年报 秘书长 做到团中央实业部长 在江苏12年 与李源潮合作无间 罗书记可以说是 最了解南京的官员 南京市委一位人士称 15期间 南京市提出工业第一方略 工业经济发展状况 取得明显转变 但投入不足 与先进地区相比 差距拉大等问题 始终存在 罗志军多次提醒 全国及周边城市的 竞争日趋激烈 苏南城市越跑越快 苏北城市奋力追赶 南京处在南北夹击的关口 同时 他亦敏锐地看出了 南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金 资源的高投入 而产出低下的弊端 2005年年中 罗志军亲自点题 布置南京市政协 八个民主党派 开展进一步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的调研 这一大型调研耗时一年 推出了一份题位 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南京的报告 南京市工业经济减重就轻的工作 也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 南京一直面临这样的尴尬 发展指标的排名 一直落在苏州 无锡后面 罗志军字节短出 差不多十年来南京都是 落在后面的 但是南京的追赶速度 也是相当快的 今天的南京 令人耳目一新 南京的老百姓 也增强了自信和自豪 他说 白隔蒸留 不进则退 在2007年7月12日的南京市委 第十二届四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 刚从上海 武汉 重庆三市考察归来的罗志军 这样形容南京面临的发展形势 他指出 现在以科学发展官位标志 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展开 南京要克服小富吉安 小进吉满的意识 加速发展 罗志军还在谋划 南京更远的未来 他不仅提出了构建大南京的发展思路 不让一个曲线在小康路上掉队 让每一个南京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实惠 还希望在十一五期间 南京市能保持五年里总量翻番的态势 江苏发展前途无量 江苏同志责任重大 江苏应该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过程中 起到排头兵作用 老江苏要做新文章 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 刚刚从南京市委书记 升任江苏省省长的罗志军 接受官媒采访 畅谈江苏未来发展大计 在这位江苏新省长的构想中 新是江苏未来发展的第一关键词 称罗志军为老江苏并不畏过 在他参加工作至今的四十年间 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江苏度过的 所以谈到江苏的特色和未来发展 罗志军很有发言权 他坦言 江苏的省情是人口多 面积小 自然资源贫乏和环境容量小 但江苏最突出的优势 是人才 科技和开放优势 而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进程越快 江苏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 江苏将在今后的发展中 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重点 共同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罗志军看来 自主创新将是江苏未来发展的灵魂 在国家发改委2008年2月公布的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城市中 江苏就有三个 其中 苏州市全国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无锡市国家级微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泰州市国家级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而南京早在七年前就已被平位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 一个省有四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罗志军说 江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第一方阵 宪政按照国际现代产业的最高水平的要求进行调整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从一般加工业位主 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位主转变 其中 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金融 物流 会展 研发 商务 信息等生产服务业 重点发展软件和国际服务外包产业 在产业发展重点上 江苏将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做强作优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 这三大万亿元级的支柱产业 发展壮大新能源 新材料 新医药等新兴产业 力争早日形成千亿元级的规模 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主要经济指标 均占到江苏全省的三分之二左右 历来在江苏发展大局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罗志军指出 未来苏南的增长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 而必须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 在他的设想中 苏南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国际竞争力 他说 苏南地区从经济结构看 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转向工业化后期的重要阶段 从体制机制看 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的关键阶段 从社会结构看 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 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型阶段 罗志军表示 苏南的转型 着力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走创新驱动之路 苏南地区的笔记本电脑 集成电路 手机等产品产量 在世界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但我们赚取的 只是一些微薄的加工费和打工费 所以 苏南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只要按照低污染 低排放 低占地资源和高效率的产业方向发展 就会继续原有的领先经济地位 与苏南的领先地位相比 相对处于弱势的苏北地区 近几年来更受瞩目 罗志军履行后下基层的第一站 就去了宿迁 他说 苏北地区2007年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已经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差距拉大的趋势在扭转 但是要在根本上 扭转与苏南存在差距的局面 还要下更大的功夫 去年 江苏省财政安排了230亿给苏北地区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外 从2001年以来 已经有一万多个500万元以上项目 累计资金3800亿投资进入苏北 当前 江苏省委对苏北武士的未来发展 已经有了规划 宿迁建设成为新兴工商城市 现代冰水城市 绿色生态城市和创新创业城市 徐州则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 构筑具具有工业经济新优势的徐州都市圈 将连云港建成国际性海港城市 淮安成为苏北腹地新兴的交通枢纽 工业城市和淮河下游地区商贸中心 严城成为支撑南北两翼 辐射苏北腹地的现代化工商城市 罗志军表示 苏中地区计划2-3年内实现总体全面打小康 而苏北地区将确保在2017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